Hello 大家好 我們倆現在在我們三個月前 四個月 四個月 三十個月 我們倆現在在我們三個月前才一起來過的地方 然後這三個月中間發生了很多的事情 沒錯沒錯 因為這三個月 哇 說得好嚴重 因為這三個月發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們要再次回到東京 沒錯 我其實從來沒有想過 我們倆會以這樣子的身份 重新抬一下這個土地 我想到會有這一天 所以我們即將就要去那個地方 我真的沒有想過我自己也在一起做這件事 我都沒有 真的沒有 而且還是跟你 你真的沒有想過 我們都猜不到自己 沒錯 然後這個地方還是要先預約才預約得到的 然後我覺得一切 我們今天會來到這裡都是緣分 嗯 之前都是緣分 我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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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原來有一個早冷 哇 哇 哇 各位 我們剛剛差一點就進不來了 因為這邊是需要預約的嘛 然後呢 大家會需要看很多的就是 identification啊 然後看你是這個人啊 但最後呢 我們旁邊有另外一組人 就是幫我們做翻譯 然後就 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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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買東西吃 好啦 但是呢 全部都是日文 我們一個都看不懂 所以我們就決定呢 根據我們的Flyers去點餐了 我就是點one午餐 你點June餐 我點June餐 我點June餐 OKOKOK 接下來呢 他給了我們這個 王室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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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OKOK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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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的瓦露餐 然後這個是咖啡的 分冷餐 喔 喔 喔 如果這個餐呢 是王室喜歡吃的餐的話 那他平常吃的也是不太健康嗎 嗯 就像說我們現在冷靜下來 卸下了那個火腸的浴巾之後 那邊把那個June餐餐 沒錯沒錯 我可以說呢 這裡的食物真的是蠻普通的 我只要可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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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樂靈 啊 喔 我今天戴了一首 好像回到我们签约的时候 边化妆边听17的时刻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不停地听 发败拉歌 我们刚吃完午餐 我们现在要前进时代 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 我们今天要去看谁的演唱会 我们刚刚就疯狂的搭车 然后呢我们就想说 到底是不是在对的站呢 请你把他们搭有一个看着 狗狗干出 现在等时间到了 去领我们买的周边 然后你知道那个周边呢 我们昨天 我们俩都是追星 新手 然后我们昨天才发现说 你来周边你要先买了预订之后来 pick up 不然的话你现场会排到死 所以我们两个闹钟 我们今天早上十点 我们眼睛还没睁开 我们连早晨都没讲 连回东西咯 我们来做一个我们不专业的观察教室好了 我们刚刚在观察这边的人 大概有九层九都是女生 对啊 这个age ring是很大 所以去到年轻的人会 去到妈妈级 或者妈妈级再连比较大一点的都有 如果我们70岁还是去他们的Fan Meeting 他们也差不多70岁了 对啊OK啊 我们会上新闻哦 对啊 我们还在讨论说呢 就是等他们当完兵回来 就是全庭合体的时候 我们就带来我们的小孩 对 没错 所以我们要先算好 我们什么时候要生小朋友 所以我们要赶快赶快生 对对 这两年赶快生 生完就是可能 小孩大概三四岁左右 我们可以带他去一听野餐会 我们现在看完SVENTEE了 我们现在看完SVENTEE了 我看了千多人的女人 对了 今天不知道有多少人 不知道几万人吧 几万人 对了 那个场面是不可以拍照摄影的 人美都没有 我们很专心地活在当下 我觉得很好 好开心 哈哈哈哈 人家觉得最帅一些 全部都很帅 我人生第一次看演唱会 看到眼有流泪 我第一次看演唱会 我已经掉泪了 哦哦哦哦 他们出场的时候呢 我超兴奋的 我今天买的周边 好许也有穿了 Bernard也有穿 哈哈哈哈 终于要出发了 我们点了一个 这个吗 好 好 好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好 旁边的台湾 我刚刚才很尝尝 今天是我们经典度过最幸福的一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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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Cheers 这支影片呢 其实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悲剧 那就是我回到家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中间有很长的一段 我的麦克风都是没有开的 所以其实都没有收到声音 但我觉得有点小小的可惜 所以还是 你知道 我今年呢 终于满30岁了 我从 SUMURSAR 变到 SOURUNSAR 最近在学这个韩文数字的部分 我先讲讲这个trip好了 那这次呢 就是我跟嘎子一起去日本听了 SUMURSAR的演唱会啦 完全没有拍到任何东西 就是literally 我现在手机里面 就是一张照片 一个影片都没有 原因是 因为日本厂他们是 不准拍到跟录影的嘛 那我知道大家在网络上面 可能还是会看到很多人 就是有拍一些clip啊 什么的 不过我也是跟Agnes聊过之后 我们就决定说 好 既然说他官方说是不能够拍的 那我们就 享受当下 我们就是 真的是不拍 我们就是好好的看演唱会这样 因为这个都是我们俩 第一次的SUMURSAR演唱会嘛 然后就真的真的很开心 我以前不知道 就是追星是 就我以前对追星还是会有一些 嗯 就是刻板印象吧 对就觉得啊迷妹 这样子 我自己是一直都喜欢的 偶像跟团体 但是从来没有就是认真的 好像很追星到 你知道会卖专辑 又去听演唱会的这个程度 所以我觉得追星 又有一点不太一样 我看他们的综艺 听他们的歌 然后看他们上不同的节目 就是看到他们做这些事情 就是对我来说 就已经会觉得 哇好开心哦 就是追一下他们的近况啦 然后追一下他们的live 就很开心了 对 我朋友每次都笑我说 你知道迷妹真的很幸福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很容易快乐 就只要一点点事情 你就会觉得很快乐 讲到追星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就是有关我的熟气这件事情 我人生中第一张买的17专辑 就是FML嘛 然后我那时候抽到的小卡 就是June跟DA 因为我是团粉 所以其实我真的也没有什么差 但当然还是会很希望 抽到自己最喜欢的那个Member嘛 这一次的新专辑呢 我那个时候是在weaver上面 下单了一个正规专辑 跟我不小心买错 买到的一个克拉专奖 那我想说没关系嘛 就是也没有买过 就开开看这样 好任性哦 大人的任性 正规专 我忘记我抽到谁了 那反正克拉专 我抽到又是DA 我想说 我上次抽到它 我这次还是抽到它 是怎么样 这么有缘是不是 后来我去韩国的时候 我就经过了Hot Track 其实不是经过 我是特地去的 很想要再试试看 韩国我能不能抽到我喜欢的人呢 然后我就买了三张专辑 我那时候真的是一头热 然后店员跟我说 买三张可以退水 所以我就是 对大家不要学我 总之呢 我有买三张的克拉专 然后我就回家采 第一个是Uzi 我想说 OK我没有抽过Uzi 然后第二张一打开 June 又是June 然后第三张 大家已经猜到我抽到谁了吧 123 没错 又是DA 然后我又跟我朋友在吃饭的时候 他们听到这个故事就说 怎么可能 就是太扯了 我们就决定是最后一次 然后呢由他们来帮我抽 没错看到我的脸 你又知道了吧 这样一打开 现在熟悉的那张面孔又出现了 又是DA 所以呢我在三个时间 三个不同的地点 买的克拉专 五张里面 我抽到三张DA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缘分 结果我朋友都说 你是不是该转BIAS了呢 好最新的事情就分享到这里 就是一个小小的storytime 因应这个是我的生日的vlog 然后我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就是关于 你知道奔三 欸不是奔三 我已经抵达了三了 其实我几年前也会有蛮大的年龄焦虑 就会觉得哇 你知道30岁听起来好像很老 三这个数字是 一直是很遥远的这件事 但突然之间他就这么 就是你知道 近在眼前 你要30岁了 我倒不是因为什么 就是要不要结婚啊 或是你工作 你的事业怎么样怎么样 我觉得我的焦虑一直都是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在 变成30岁的时候 然后可以很有自信的时候 我的20多岁过得很好 虽然说你知道我每天都很努力的生活 可是我能不能够在30岁的时候 回过头看我的20多岁 然后觉得很满意呢 就我会一直在想说 我能不能够这样子 对 然后也会在想 30岁感觉好像是一个需要 转变的年纪 我也会说不上来 那个想要转变的那个点是什么 但好像是一个chapter的感觉 这是一个一个感觉来的 不知道已经30岁 或是跟我一样 刚刚满30岁的朋友 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我蛮好奇的 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看到的两段 我觉得很棒的话 你可能会听到人家说 30岁也太老了 拜托喔 你来到这个世界才三个十年 并且在前两个十年 你不能自由的喝酒开车 也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你甚至前二十年只是疯狂的 考试考试考试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 来这趟人生干嘛 要做什么事 所以快醒醒吧 30岁根本不老 你简直就是人生花园里 刚刚蘸翻的花朵 就我好像没有用这个角度 来看待我的人生过 我现在想一想 我觉得塑造我这个人 最根本个性跟一些基本特质的 应该是在高中的那段时间 进入到社会的时候 那个棱角被磨成什么形状 这个是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我的棱角在这几年 被磨成了什么样子的形状 我的二十多岁 遇到了很多很棒的人 但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一些人可能离开了 然后有些人又进来了 也会有觉得很可惜 没有办法能够维系到一段关系的时候 我到现在每天都还是在学习 怎么处理那些来来去去的人 因为我对于人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attachment 就是我可能表面上面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其实我心里会很在意 是in a good way 那第二个post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那天在跟朋友聊到说 其实为什么我们觉得三十岁很不错 简单来说就是三十多岁比二十多岁还要更有钱 就是三十岁比你二十岁有钱一点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聊到我们之前看那个Henry他写过一篇文章 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就说要赚多少钱才够 当我的朋友需要我时 我和我的好朋友之间只有一张机票的距离 这个当然是一个比喻啦 但你可以想象成撇开钱的部分来说 你在三十岁的时候经历过的事情更多了 你能够有能力更理性跟更不能说有智慧吧 但是是有想法的去做你的每一个决定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珍贵的 我不会说我现在这个moment是就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期 但我现在回过头看我的二十多岁 我觉得我真的很尽力了 然后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的机会 我也很期待看看三十多岁的我可以再做什么样子更多的事情 接受什么样子更多的挑战 今年的生日总归来说还是很开心的 然后谢谢我的朋友Agnes陪我一起疯 跟我一起去了一趟日本跟韩国 My ISFP Buddies 也希望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朋友不要太多的年龄焦虑了 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timeline里面 每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时期发光发热 你们应该有很多人可能参与了我 就是二十的后半段 那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 也可以跟着我一起继续体验我的三十多岁 大概是这样子 Happy very very late birthday to me Cheers i know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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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